今天運氣不好 就是沒有人的原課 就是沒有後端來幫忙 所以事實上我們比較 我想我們這三個人比較沒有辦法 獨立把這個任務 這個專門給執行下去 那今天做一些比較索碎的事情 做一些測試 還有一些小小的文字證明 那我早上有漏掉 就是沒有特別講的概念證明 現在趁緊去秀環給大家看 那有沒有特別講 就是我跟農林 都有做一個心智組 那因為那個就是大家 我們這部分他都是在研究 所謂的假新聞的部分 所謂的 那所以就是我們都有一些經驗 大概有四年的時間 然後呢再來就是 可能有人不知道新聞小男手 所以我趁緊把我們那個網頁秀給大家看 這個下面有些回報 這個 但是G0P比較早期的 比較經典的一個專案 然後接下來 東檸他幾個月前 也就是今年的上半年 我們有他討論一個 新聞小班手2.0的事情 他這個一定沒有就是 他也畫了一張 他對這個新聞小班手2.0的一些想法 然後 就是說我們 我在想說我們這邊三個人也幫忙就是 把這個新聞小班手2.0的事情去做 之後還要討論 之後還要討論 那一定還沒有時間去做這個問題 那就大概是 重點就這樣 所以說之後 之後那個各位如果說 對新聞小班手這個東西 有一些想法 那像我現在主要還是在管這個粉絲團的頁面 所以你們把私訊傳過來 那像管理員說我們還可以討論 沒問題的 然後 現在就等於重點是要整合啦 然後我現在把下個月的時間 那個糖封那邊蒙點送 我今天把時間空下來 也會參加 也會考慮說這件事情 所以說我今天最後做個總結報告 意思是說 我們還要繼續整合這些 跟假新聞 或者這些錯誤新聞 或者是資訊比較不充分 也不是說假新聞 是說這則新聞的資訊並不充分 會以為是另外一件事情 會變成這種 很多類型 會有這個問題 那我來做一些更多的整合 那有些 可能各位有很多有些經驗 可以丟給我們 然後我們一起討論 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OK 我們謝謝Michael 下一個 謝謝Michael